各位好 在上一个单元里面呢 我们介绍了一种 可以用在sequential circuit里面 作为memory element的基本电路 也就是Latch 我们说Latch它的机器功能来自于说 我们可以有效地来控制 借由控制input 来去选择它的功能 看是要写入特定的二进位的资讯 1或0 或者是维持原本的资料不变 也就是No Change 那这两者呢 就可以对应到一个记忆体的基本功能 也就是写入 或者是读取 我们在读取资料的时候 我们希望里面的资料 完全不要受到外界的干扰而影响 所以它可以用来当成是一个memory element 此外呢 在enable input的配合底下 我们甚至可以控制 有效地来控制 什么时候可以用来写入特定的资讯 以之前的例子来说呢 enable bits等于1的时候 代表是我现在可以自由地写入我的资讯 这个资讯可以被存到这个记忆体里面 就是这个Latch里面 反映在它的output OK 那反之呢 当enable bits等于0的时候呢 代表这时候我不能够写入任何的资讯 换句话说里面的资料 完全不会受到外界的input的影响 这样子我就可以确定这个我想要的资讯被记录在里面 OK 所以呢 如果说现在呢 我们使用一个在数位电路里面常见的这种0101交错的clock pulse 我们把这个叫做clock pulse 时间上的一个脉冲 送到规律性的这样子周期性的脉冲呢 送入了enable bit 送入了Latch的enable bit input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它只有在enable bit等于1的时候 这时候我才能够写入资讯 0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里面的资料就不会受到外界的input而左右 所以呢 我就可以选择特定的时间点 每个特定的时间只有在enable bit等于1的时候 club pulse等于1的时候 也就是这里的浅蓝色的底线的这个位置呢 我才能够写入我的资料 OK 像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level trigger 因为它只有在level等于1的时候呢 电路的资讯 外界的这些二进位的资料才能够被写入 OK 所以我们说level trigger OK 一个Latch 就会具有level trigger 像这样子的特性 OK 那这个level trigger呢 通常是 借由enable input来完成 OK 这个就是我们上一个单元里面讲的东西 那既然在level等于1的时候 club pulse等于1的时候 我都可以去变动里面的资料 那也同时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很有可能如果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OK我的input改变了很多次的时候 那个s或r或是我们说的deledge的d 这个input的资讯改变很多次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造成在电路里面多次的变动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存进来的数值它可能会影响到当时电路的输出 然后甚至它还会feedback到那个电路的input里面去 然后再进一步的去改变里面的资讯 所以它可能会造成一个电路中不稳定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电路要做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加1好了 还有把原本的数值加1 那当我level trigger的时候 就是input等于1的送进来的时候 那代表这个时候 我的memory里面的资料会被变更嘛 对不对 所以它就一直执行的加1这个功能 然后一直反复的执行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它到底会执行几次加1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说呢 在level trigger里面呢 这种不稳定的变动状况呢 还是有可能会发生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level等于1 也就是这个clubhouse等于1的时间缩短 可以降低它的duty cycle 让它更短一点点 那但是呢 它还是一个有限的时间长度嘛 对不对 只要我们资讯的变动够快 那这种不稳定的状况还是有可能会发生 OK 所以我们说在level trigger里面呢 在每一次的激发里面 它可能会产生这种multiple transition transition指的就是这个资料的变动变换 它可能会陷入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直到clock等于0以后呢 它才会停止不动 好那为了要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想说 这样子的话 我可不可以改变一下这个资讯 资料可以被写入的这个时间的状态 我们之前是限定 当clock pause等于1的时候 我就可以写入嘛 那如果呢 我可以进一步的限制这个写入的动作 只能够在这个上升的波 或者是下降的波源 边缘的地方才能进行 那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更有效的来限制 这一个transition可能会产生的时间点 我们刚刚之间说 这一段时间都有可能会发生嘛 对不对 所以我只要这一段时间之内有多次的激发的话 那资料就会一直改变 但是呢 如果我把时间限制在只有在这个边缘 只有在这个edge的时候才会发生的时候呢 那我就能够非常有效的来控制出 我今天只有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很短很短 极短的这个时间点之内呢 我的资料才能够被成功的写入 否则的话呢 其他的时间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像这样子的概念呢 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edge trigger trigger的话是指激发的意思 也就是这个transition被完成的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不管是在上升的边缘 或是下降的边缘呢 这个东西我们都把它叫做edge trigger 其中如果今天是在上升的边缘 才能够被激发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positive edge trigger 那如果是在下降波的话呢 我们就把descending edge的话 我们就把它叫做negative edge trigger 的一个电路 那不管是上升波还是下降波 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状态的变换 state transition 它只会发生在这个edge的地方 所以换句话说呢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不稳定的状况呢 可以被进一步的来避免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来 在这段影片里面 我们就要来讲一下 有什么样子的记忆单元 可以具有edge trigger的效应 那像这种记忆单元 我们也给它一个相对的名词 叫做flipflop 那中文来讲的话 常常会把它翻译成正版器 给各位做个参考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做成 这种edge trigger的电路呢 其实也不难 它只是需要一些latch的组合就可以了 最基本的概念 我们直接可以拿latch来用 那因为我把latch的电路 画出来有点复杂 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个蓝色的 长方形来去代替它 那个框框来去代替它 那这个框框的左边呢 这两个input分别代表 就是data input 也就是你要写入的资讯 然后enable呢 就是控制这个latch 开关的这个input 那y呢就是我们的output 那由之前介绍的内容 我们可以知道 当input enable input等于1的时候 有我们的资料 外部的这个资料 可以被写入latch里面 反映在我们的output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的y上面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那这个电路呢 由两个latch来去结合起来 串联起来的电路到底会是怎么运作 首先我们先观察一下 它基本上呢 由两个latch来组合 第一个latch的输出 会接入到第二个latch的输入 那其中控制这两个latch的invaluable bits呢 都是由一个clubhouse来控制的 只不过它是有一些不同的状态 其中第一个latch的话呢 是直接跟clubhouse做连接 第二个latch的话 会经过一个inverter 做一个反向的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今天不管clock等于0或1 都只有其中一个latch被turnon 另外一个latch会被turnoff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如果clock等于0的时候呢 它会把前面这个turnoff 后面这个turnon 那既然前面这个turnoff的话 那外面的资料完全送不进来 那也不要讲说y的资料会有任何的变化 因为根本外面这个input都送不进来嘛 对不对 所以即便后面的这个latch是打开的 那里面它记录的状态 Q其实也不会改变 OK Q的话呢 其实就是储存在第二个latch里面的一个资料 那一样的 我们说它会反映在这个latch的output上面 这样 好了那回头过来 那如果万一clock等于1的时候呢 clock等于1的时候 那我等于是把前面这个latch打开了 所以d这个地方的资料 你可以准备好 在它打开的时候它就会被送进来 OK 送进来写入第一个latch 然后反映在这个y 那在y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是直接连到第二latch的input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送进来之后会不会有反映呢 因为这个时候clock等于1 所以经过一个inverter以后后面这个clock等于0 后面这个enable bit等于0 换句话说 后面第二个latch是属于被turn off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时候 clock等于1的这个时候 资料只会从外界送到第一个latch的里面 OK 反映在它的output上面 但是并不会直接写入到第二个latch 直到clock从1跳到0的时候 OK clock从1的状态回到0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会瞬间把前面的latch给关掉 除此之外呢 它会把后面的这个latch打开 因为1变成0嘛 所以后面就是0变成1 变成打开了 因此呢 刚刚被储存在y 也就是第一个latch里面的这个资讯呢 会被写入到第二个latch 反映在第二个latch的输出 也就是q上面 OK 那也只有写入这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的clock变成0之后 前面我们刚刚说过 前面这个latch被关起来了 所以外界的资讯 不管再怎么动都不会影响到y OK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写入的状态的机会 只有一次 就是在clock从1降到0的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你的transition只有在descending edge 或者negative edge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 那这个就会是一个negative trigger的一个电路 OK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说啊 这个外界的资料 OK 你提供的这个data input 只有在特定的状况才会被送到 我们的output q 也就是这一个电路的一个状态 ok q 什么时候呢 只有在clock pause 从1降到0的时候 OK 我们刚刚说过 从1降到0的时候 那个瞬间本来是前面开 后来变成后面开 所以我资料才能送进去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的时间可以送进来 所以我们说 这是一个negative trigger 的一种电路 OK 或是negative trigger的一种free flow 那因为它是由dlatch 所构成的free flow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dfree flow OK 它的功能很简单 就是把外界的资料写入而已 就像以前的dlatch一样 只是它们被trigger的形式不太一样 OK 好 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延伸一下 我们这边设计出来 是一个negative trigger的电路 那我们刚刚说 其实edge trigger可以分成两种 另外一种的话是positive trigger 那各位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稍微花时间想一下 那可不可以用一样的概念 做出一个positive trigger的电路 就稍微调整一下 那怎么样可以获得positive trigger的一个性质 好 不过呢 刚刚介绍的那个 这个negative trigger的电路呢 我们说它是由两个latch 两个dlatch 所构成的嘛 那一个latch的话 因为它有enable bit OK 所以刚刚那个每一个latch里面呢 它其实是由四个name gate所构成的 根据我们上个影片的内容 它其实是由四个 那其他有两个latch 就等于是由八个name gate所构成的 所以呢 在那一个电路里面 其实我们 overall其实要花掉八个name gate 那在这一个 新的电路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结构图 这个电路呢 相较于上面那个电路呢 它需要的硬体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为什么 因为它只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name gate就完成了 而且呢 它可以完成的功能 跟之前的完全一样 它也是一个free flow 它也是一个edge trigger的free flow 所以现在来说呢 其实这一个电路设计 会是比较主要被采用的一种设计 原因很简单 因为low cost OK cost down 对不对 它没有 它需要的资源比较没有那么多 不过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连接上面来讲 也没有像刚刚那一个电路图 那么容易理解 所以我们要花点时间 来去解释一下 这个电路到底是怎么样子运作的 首先我们先看到一下 这个电路 一样它会有两个input 其中一个input的话 是我们的data input 就是外界的资讯送进来的地方 另外一个呢 这个clock地方 就有点像是我们之前说的 enable功能的地方 或者是clock pause 送进来的地方 也就是控制这个freeflop 要运作的这个讯号 OK 那在输出的部分呢 有q和q'这两个互为补数 那就是非常的平常 各位之前在latch地方都已经看过了 在这种memory element的设计里面 我们通常会一口气 把它的unprime跟prime turn都提供出来 这个也是我们在所谓在记忆体里面所储存的状态 就是这个q OK 也就是我们的output 好 那在电路连接的部分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用了六个name gate 那这个六个name gate 你可以看成它其实好像是两两一组 每一组呢 就有点像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s' r' latch 因为它都是用name gate做出来的嘛 所以这边是一组 这边是一组 这边是一组 OK 你可以看到它的output跟input 都有feedback这样一个效应 那除此之外呢 它在不同的input和output之间 还有一些特别的连结 构成像这样子的电路 有点像two level implementation这样子的感觉 好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想要来看一下 这个电路到底是怎么样子运作的 OK 好 所以我们先从clock这个地方着手 因为我们说clock的话 是控制这个电路运作的一个核心嘛 对不对 就要看这个clock到底是什么运作的 好 假设clock等于零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先看一下 OK clock等于零的时候 对这个电路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先想一下 为什么我要先从零开始 因为我们现在组成这个电路的都是name gate嘛 对不对 那name gate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其中一个input为零的时候 那其实后面就好办了 因为你根本不用去管其他的input是什么 它的输出绝对会是一 因为一跟其他的任何的input variable 做end一定会是零嘛 我说零跟其他的input variable做end一定会是零 所以经过一个inverter一定会是一 这样子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这个其实很快 如果clock等于零的时候 这两个name gate的input都是零嘛 所以我不用管其他的input是什么 我就知道它们的输出一定都会是一 换句话 这一个pair其实就是以前说的这个s'r'latch 对不对 对于一个s'r'latch 你的input等于1,1的时候 它执行的功能是no change 换句话说里面原本是什么 后来就是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就可以知道 clock等于零的时候呢 这整个电路在执行的功能是什么 其实就是不要去写入任何的资讯 要保护这边里面所记录的内容 不要受到外界的input所干扰 OK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简单先做一个summarize 当clock等于零的时候呢 这时候s和r 不管d的input是什么 summar绝对都会是1 那这个东西所隐含的意思就是no change 好 no change归no change 可是你会发现这边有很多的feedback loop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feedback loop回缩一下 看看这个电路会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feedback回去的话 这边就会是1 这个地方feedback回去的话 这边会是1 这边会是1 那想当然了 都完全不会影响到s和r的一个稳定的状态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如果今天的clock从0跳到1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OK 0跳到1的时候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 0变成1 那代表这两个name gate的input 这两支input都变成1了 也就是呢 现在的output没有像刚刚那么好算 OK 刚刚的话不管怎么样 你的output一定就是1 可是现在如果其中一个input为1的时候 output的内容就必须要是另外其他的input而定 OK 比如说以这个地方为例 这边变成1 这边是1 这边是1 那我的output就跟这个的状态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呢 其实就反映了刚刚最下面这个name gate的output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更多了 我们要先看一下 当data input的状态是d的时候 因为它有可能是0或是1 对不对 那为了要了解所有通盘的状态 我们就用d来去表示它 好 data input为d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其他的input 其他的这些logic gate的状态到底是什么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 我们才能够知道s和r的结果会变成是怎么样 它的状态会变成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来 以最下面这个name gate来讲的话 这边如果是d dn的1 然后再做comprimant 代表这个地方送出来是d' 也就是呢 它在变成clock从0跳到1之前呢 这边的input的状态其实是d' 不只这个它还feedback到最上面 所以这边呢也是d' 既然上面这两支我们都知道 所以我们也可以来算一下 这边等于是d'n的1 在做comprimant 所以其实是d 所以到这个地方是d ok 好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 d乘四个name gate的所有的input 都先搞清楚了 好 所以接下来就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 当clock从0跳到1的时候呢 这个瞬间如果变成1的时候 电路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 我们就会看到 来 从这个地方0变成1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an gate所执行的运算 变成是1 and e and d' 然后再comprimant 所以换句话说 它的output的确会变哦 它的output会从1变成d 上面呢 0变成1嘛 对不对 所以这边变成1了 不再是0了 所以你执行的运算是d and e 还是d 再做comprimant 所以变成d' ok 你就可以发现 哇 这个clock改变的时候 s和r的状态改变了 s和r的状态改变了 s和r的状态改变 那代表我有可能会 写入新的资讯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d等于0的时候 s和r的pair 就会变成是1 1 0 这时候呢 它所相对应的功能是 reset 所以q等于0 ok 那如果d等于1的时候呢 s和r呢 会变成是0 1 ok 那01对于s' r' latch来说呢 它其实是set 所以q等于1 所以 再讲一次 d等于0的时候 sr等于1 0 这边 q等于0 d等于1的时候 sr等于01 所以q等于1 那句话说 q的状态 跟d的状态 都是一样的吧 ok 所以刚刚本来是no change 现在你就会知道 在0跳到1的时候呢 q的状态就会变成d q的状态呢 就会变成d' ok 这是什么意思 代表的是 当0到1 这个瞬间产生的时候 外部的资料 会写入到 这个电路的内容 反映在我们的q 就是我们的state 或是我们的output上面 ok 这边变成d和d' 也就是写入产生的 把d写到q里面去 所以什么时候会写入呢 在0到1的这个edge 产生的时候 因此我们说 这是一个positive edge trigger 的一个flipflop ok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一样再写一下 clock 如果 它等于0 跳到1的时候 这时候s和r呢 它就会写入变成是 d' ok 那这件事情代表的是什么呢 它代表的就是 q 会被d写入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好啦 ok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 现在目前为止 只告诉了各位 0到1的时候 资料会被写入 可是我们说 一个positive edge trigger 这样子的特性 除了告诉你 只有在这个edge的时候 会产生写入的动作以外 它还必须要确保 在其他的时间 并不会有写入的这样子的状况 或是更新 资料更新的这样的状况 产生 ok 好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 写入只有发生在positive edge 的时候嘛 因此呢 我们就要来检验一下 其他的状况的时候 会不会写入资料 ok 那我们刚刚有看过 clock等于0的时候 sr等于1 所以这个完全不可能 现在我们还没有 检验的部分是什么 是clock等于1的时候 然后我的资料已经写入 请问一下 那如果这个时候 我的input 产生一些资料的变换 从0变成1 或是从1变成0的时候 这时候 我的output 也就是q 它的内容会不会随时而改变 我们需要做的检验是这一块 好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资料改变的时候 input的资料改变的时候 output 会不会随着改 对不对 那改变有两种 一个是0变成1 一个是1变成0 那为了要兼顾所有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想一下 如果d 变成d' 变成d' d' 代表一定会改变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来想一下 如果在这个电路里面 我的输入本来是d 但是呢 我转换了下一个时间点 变成d' 的时候 就是clock等于1的时候 我d变成d' 好 那后面会不会随着变动 好 那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一样的 跟刚刚一样 我们必须把 firstlabel的这个nanget的input 先准备好 怎么意思呢 因为 刚刚我的s和r的状态 已经改变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它改变的状况 一定也会feedback到前面去 所以我要确定一下 这个时候 firstlabel的nanget 它的input 是否还维持一样 还是它的状态会被改变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从这个地方开始看 以最下面这个nanget来讲的话 另外一个input 是从这个地方feedback回来了 那既然r变成d 这个地方input也会变成d 所以的确会变哦 那 假设现在这个 资料的变化还没有产生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output 会不会有一些讯号的改变 这边是d 这边是d 所以dn的d 再做complement 等于d' 好 所以这个不会变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呢 s呢 从1变成d'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也会改变 变成d' OK 除此之外这个呢 回溯上去 这个也会变成d' 那我们刚刚说这一个的output不变嘛 所以回溯上来 d'其实没有改变 不过写一下好了 代表我们有更新它的资讯 那这个地方d' andd' 再做complement 所以还是d' 所以这个地方不会改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这个地方 因为它d维持不变 所以d' andd' 一样还是d' 不会因为 s的状态 不会因为 feedback 的资料 而有任何的变化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变成d' 这边还是d' 那这边变成1 那这三个and 就做complement 它还是d 所以你可以看到 s和r 并不会受到改变 所以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证明我们刚刚说 0到1的改变之后 clock从0到1以后 这个写入其实是一个稳定的改变 好啦 那大家都准备好了 我们就回到刚刚的那个问题 如果这个时候input发生改变 在clock等1的时候 input发生改变 那接下来会有什么状况 产生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如果变成d' dn' 你获得的结果 开始变化了 dn' d' 两个互补 所以and出来的结果是0 再做一个complement 它其实会变成1 这个1呢 会feedback回去 改变这边的状态 我们都用挂号的红字 来去表示 今天的input发生变化以后 你所产生的结果 这个feedback回去 这边也会变成1 变成1的话 有input改变了 那我们就要仔细的去确认一下 这个改变会不会造成输出的改变咯 以这一个而言的话 clock这时候等于1 所以这边所进行的运算 变成 quello的算 哎噓,好险 输出还是低 并不会改变 所以写一下 r如别别的改变咯 我們檢查過了,來我們再來看一下上面的S 上面的S的話,從這個NameGate來檢查起,因為這個input改變了嘛 對不對 這個input改變的話呢,來,1N的D'再做一個Complement 這邊還是D,太好了 我們發現呢,由於剛剛這個輸出呢,是1 那1呢,雖然跟剛剛的B'不一樣,但是並不會影響到NameGate的運算結果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output依舊一樣 這個output一樣的話,那第二個NameGate所產生的輸出,也就是S 也會跟剛剛維持完全一樣的狀態 D'這樣子的狀態 那既然這兩個維持普遍,那代表feedback也不會改變 所以它會繼續保持在穩定的回路裡面 OK,所以就證明了一件事情 OK,如果啊,這個時候 資料在Clark等於1之後呢,我們資料發生變換的時候 它其實並不會影響到Q的一個狀態 也就是不管你後面你的資料再怎麼變 都不會寫入Q語言 欸,這就完整的解釋了,這是一個Positive Edge Trigger的點路 OK,所以我們就來寫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這件事情就是 就是,如果現在 如果現在 input產生改變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你會知道 S和R的狀態,經過我們的檢驗 它其實都是保持不變 所以呢 所以呢 你會知道 電路的輸出 也就是我們的Q 也會保持不變 這些事情呢 都告訴我們一個結論 綜合以上 它告訴我們一個結論是什麼 我們的大結論就是 對於這個電路呢 狀態的改變 只有在什麼時候會發生 只有在 Clock 從0 升到1 的時候 也就是 Positive Edge 才會產生 資料的變化 才會寫入這個資料 OK 所以我們說這個電路稍微複雜一點點 需要各位 花一點點的時間去理解它的運作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仔細看一下 我們剛剛說這一個 電路呢 它之所以在 Clock等於1之後 不會受到外界的資料所干擾 那是因為呢 我們最下面的這個NameGate 它會產生一個鎖定的功能 讓它的輸出變成1 所以在feedback的同時呢 送到其他NameGate的時候 並不會影響到 後端的運算結果 會讓那個S和R呢 維持一模一樣 OK 那這個鎖定的功能 是怎麼來的呢 是因為 在這個R 在寫入了D之後 變更成D之後 它會feedback回來 使得最下面的NameGate 另外一個input 為D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我現在的 外界的這個data input 做了變換的時候 D和D'做了N 再做Nut的運算以後 這個地方會變成E 所以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的另外一個input 是D 可是呢我們注意一下哦 另外一個input 變成D 並不是positiveH 產生的那一瞬間 就會有的特性 怎麼說呢 我們現在不是畫一個箭頭 變成D嗎 我們注意看一下 當positiveH 產生的那個瞬間 OK 這個地方從0變成1 所以經過了這個NameGate的運算之後 R這個地方的value 才會從1變成D 也就是說它需要等一下 等多久呢 這一下是多久呢 就是這個NameGate的運算時間 經過這個delay之後呢 OK 現在R的狀態被更新了 它feedback以後 馬上就被更新 OK 所以換句話說呢 我們的外界的input 這個輸入呢 要有這個鎖定的功能的話 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 它其實不是在positiveH 產生的那一瞬間 就會有鎖定功能 我們說變成D 才會有鎖定功能嘛 對不對 它其實在經過這個publication delay之後 它才會產生這個鎖定功能 也就是呢 在這一段 在R refresh之前 如果你的外界的input 產生變化 這邊是來不及變成D的 既然它來不及變成D 你的output會隨之而改變 後面的狀態都會跟著動 它就喪失了鎖定的功能 所以我們更 仔細的來描述一下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電路 為了要方便我們剛剛的敘述 所以我們把這四個nanget 做了一個編號 從上而下分別是1234 我們剛剛說鎖定的功能 其實是發生在這個 第四號的這個nanget 對不對 那什麼時候才會鎖定呢 其實不是positive edge產生的那一瞬間 而是它稍微等一下下 要hold住一下 什麼東西要hold住一下 你的databit在這段時間要hold住 如果它沒有hold住的話 後面就會跟著變 你要hold過這段時間之後 你的s和r狀態才不會跟著變化 所以我們來寫一下 OK 我們說的input d 這個東西要hold住 要維持一樣的狀態 即便是在positive edge產生了以後 而hold住的話要hold多久呢 就是要讓r從1變成d 這個時候它就會馬上瞬間 feedback 因為這是短路 不會有時間 真正需要花時間是通過這個3號的nanget 所以這個hold住的這段時間 我們把它叫做hold time 這時間有多久呢 就是 3號的這個nanget所需要的propagation delay 所以你今天這個資料要送進去的時候呢 其實要維持一段段時間 就是在那個上升波產生以後 這個edge產生之後還要維持一段段時間才行 除此之外我們發現 你資料在寫入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寫入d和d' s要寫入d' r要寫入d呢 那是因為 你早在clock從0跳到1之前 你就把你的input先準備好了 這邊input已經是d了 這邊input是1 這邊input是d' 對不對 你這個input已經要準備好了 那為什麼這些是d' 這些d呢 是根據外界的資料送來的 ok 當你的這些input準備好之後 你的clock一旦從0跳到1的時候 sr才能夠被正確的更新 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如果萬一在clock從0跳到1的時候 資料還沒準備好的話 ok 那s和r是不是就沒有辦法寫入正確的資訊 ok 資料還沒有準備好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今天這邊input沒有辦法準備好 也就是這邊的外界的input 來不及通過 比如說最下面這個get送到這邊 或者是來不及通過這個get 或來不及通過這個get ok 送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我們說要把這邊的資訊都準備好的話 其實換句話說 就是要通過最下面這個logic gate 以及上面這個logic gate 對於這一支來講的話 它要通過這個 對於上面這個來說的話 通過這兩個 因為它是一個串聯的一個狀態 ok 那當然時間會以長的為準 你總要等大家都準備好以後 你才能夠寫入嘛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把這一段時間叫做setup time 也就是說 clock來之前呢 你的input其實不能夠亂變 你一定要至少穩定一段時間 讓我們的input 能夠正確地反應到2和3的input的地方 讓我們的data input能夠正確地反應到這個地方 這樣子 positive edge一發生的時候 然後 資料才能夠順利寫進sr 才能夠正確地寫進去 ok 一樣寫一下 這個input 它 在 positive edge來臨之前呢 不能夠改變 ok 到底要等多久呢 要準備多久呢 ok 總不能一輩子都不改變嘛 對不對 其實也不會多長啦 這段時間我們叫做setup time 對於get3的input來說 它的setup time是通過get4所需要的時間 對於get2來說的話 它是通過4和1所需要的時間 所以呢當然以償的為準 這段時間叫做hold time ok 這段時間叫setup time sorry ok 所以我們把 如果把clock pause的時序圖 稍微簡單地畫一下的話 這是我們的clock pause 我們說呢 我們說呢 以這個例子來講 在positive edge的時候呢 它會產生trigger 把資料寫進去 但是呢 嚴格來說 它其實需要一點點配套措施 這個配套措施包含的是 positive edge之後的一段時間 ok 其實呢 你的input需要維持穩定 而且不只喔 在positive edge產生之前的一段時間 你同時也要保持穩定 ok 後面這段時間是多久啊 這段時間叫做hold time ok 等待的時間就是通過這個 3號nanget的預算時間 前面這段時間呢 其實叫做setup time 好 total來說呢 在這兩段時間之間呢 我們的input ok 在這段時間裡面呢 input input 不能夠改變 這樣子呢 才能夠正確的被寫入 這個dtype freeform裡面 ok 這個就是根據它的特性呢 做更進一步的一個解釋 好 這邊會稍微複雜一點點 所以會需要各位呢 自行去演練一次 你才會比較知道 setup time 跟hold time 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好 那dlab dfreeflop的介紹 大概就是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每一次要用 它實在是太常被用到 所以每一次用它的時候 不太可能畫出 像剛剛那麼複雜的圖 不然就要花掉很多的時間 好 所以我們會一樣的 給它一個符號 這符號跟我們前面看到那個dlatch 有一點點像 但是呢 還是有一點點差別 我們來看一下喔 一樣input會有兩個 一個是data input 另外一個是clock input 在這個地方 我們有一個尖尖的鍵號 代表它其實是一個 edge trigger 這樣子一個freeflop ok 那其中呢 對於這個dtype freeflop來講呢 我們一樣的可以分成兩種形態 一個是在positive edge的時候 產生trigger 另外一個是在negative edge的時候 產生一個trigger 好 那差別就是在這個前面 如果說在class前面 有一個圈圈代表 就是negative edge trigger 如果沒有的話 就代表positive ok 那output的地方呢 一樣的 沒有圈圈的代表是q 有圈圈的代表是q' 這樣子 好 所以 來簡單的來 summation一下dfreeflop的功能 我們就是說 每一個dfreeflop呢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單一的freeflop dfreeflop 每一個dfreeflop它其實可以儲存 一個二鏡位的數值 存在我們的q裡面 我們把他存在q裡面 OK 我們把它存在q裡面 這個資訊 這個資料都是保持不便的 OK 那這個東西其實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它的應用 最簡單的應用的話就是我們在第一章 曾經提過的register OK 我們說register 暫存器 它其實就是一組可以用來儲存 多位元的二鏡位數字的一個硬體的一個設備 這樣子 OK 我們把它叫做暫存器的這個概念 它其實是有很多個bit所組成的 通常呢我們在傳送資料或寫入資料 或者是去讀取資料的時候 我們都不是一個bit一個bit這樣去讀 我們其實是以一組數據這樣子的方式去存取的 OK 比如說如果今天是一個register是一個8bit的話 我們就一口氣讀8個bit OK 那這每一個bit其實在實際上都可以被儲存在一個d-typed freeflop裡面 那只要呢 比如說以剛剛的例子來講 你有8個bit就需要8個freeflop 那你要控制它們同時之間做寫入或讀取的功能 那就是所有的這些freeflop都連接到同樣的一個clockhouse裡面 我們就可以去統一控制 OK 那這樣子我們就會形成的一組資料就叫做 暖存器register所儲存的資料 OK 所以我們說這個很簡單 我們馬上就可以找到一個應用 就是我們的register 好那我們說這個register其實就是 一群 N個D-type freeflop 然後呢 然後呢 因為它要統一一起動作嘛 所以它是連接到一個共同的clockhouse 所以它是連接到一個共同的clockhouse 所以當edge產生的時候 它會把這個命令同時間送進所有的這個freeflop裡面 然後去執行一樣的動作 你只要在資訊在data的地方先準備好 你就可以做寫入或者是做讀取的動作 OK 好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最簡單的freeflop 那freeflop除了D-type freeflop以外 其實還有其他幾種常用的freeflop 我們也一併介紹 第二個我們想要介紹的就是jkfreeflop 那jkfreeflop它其實是基於dfreeflop為一個最基礎的核心 下去做一個 做一點點改變的 所以我們其實也可以利用剛剛講的這個dfreeflop 來去構成 構建出我們的jkfreeflop 它的差別只在於說送進去data input的地方 其實有一點點不一樣 原本是只有d一個input而已 現在變成兩個input j和k 那到底是送進去什麼呢 則由這個電路來去決定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no circuit 先end再all get 所以我們可以馬上來看一下 在這個電路裡面我們可以知道 到底是送什麼進去啊 到底是送什麼到這個dfreeflop裡面去呢 它其實是把這兩個turn給all起來 上面這個turn呢 其實是jn的q' 下面這個turn呢 是k'n的q 它其實就是做這個運算 這個運算好像不是很直覺嘛 所以我們就來列表一下 因為反正現在input就只有j和k兩個而已啊 那它的變化其實就是四種 排列組合就是四種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四種分別會有什麼樣子的一個 對應到什麼樣子的一個情形 OK 假設 現在j和k 在不同的四種狀況底下 我們想要觀察一下這個時候它所對應的d 也就是真的送進去這個dtypefreeflop的這個input到底是什麼 然後呢 還有它所對應的功能是什麼 OK 我們來看一下 當j和k都等於00的時候 那很簡單帶進去 前面這個turn就會變成0消掉 後面這個turn就會變成q一個而已 所以qor0的結果就是q 哎 d點q的意思是什麼 就好像你從這個地方 拉一個feedback root直接送進去 dtype的freeflop 所以下一次的clock產生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是positive edge的trigger 下一次的edge產生的時候 寫入的資訊就是它原本裡面的資訊 那代表 資訊不會改變嘛 因為也是寫入一樣的東西 沒錯齁 我們再來看第二種狀況 j.0 k.1 j.0 前面這個turn就變成0 k.1 後面這個turn也變成0 所以0or0的結果是0 換句話說 不管現在q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就是寫一個0進去就對了 所以對應的功能就是reset 因為這時候q.0 寫入以後 trigger產生之後寫入的q就會等於0 就用這個地方 這樣寫 好 那反過來 如果j.1 k.1 這個時候 這邊就是1帶進去 這個地方k.0 所以k.1 所以d 就會等於q.1 orq 那不管怎麼樣它一定等於1 所以對應就是set 你把q寫入1的資訊 最後一個兩個都是1的時候 j也是1 所以後面這個turn不見了 它變成0 前面這個turn呢 就會讓它變成q'. q'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邊拿一條線回來 進去的意思 也就是下次trigger產生的時候 我就會寫入你的補數 原本是0現在就變成1 原本是1 後來就會變成0 所以它其實執行的工作 叫做complement OK 那為什麼呢 因為q等於q' 因為你寫入了q' 不過齁 我會知道 像我們剛剛這個寫法裡面 可能會造成一些一些混淆 為什麼q會等於q' 這兩個東西不是不相等嗎 那怎麼可能會不是一個等式呢 這個寫法其實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是在下一次trigger發生之後 q'的數值 原本的這個 裡面寫的這個q 它的補數會被寫入變成新的數值 所以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式子去表達 t代表的就是在trigger產生之前 t加1代表就是trigger產生的之後 ok t加1的trigger產生之後 你寫入的數值是什麼呢 就是原本的數值的導數 補數啦 我們會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去解釋 這樣感覺就正常多了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JK Free Flop ok 它其實是由D Free Flop 跟一個NO circuit來組合產生的 相較於剛剛D Free Flop來說呢 它的結構稍微比較複雜一點點 所以Course比較多嘛 你用比較多的Logic Gate 但是呢 它擁有的功能也比剛剛的D Free Flop還要多 剛剛它只能夠決定寫入0或1 但是現在它多了兩個功能 維持不變或者是寫入互補的數值 ok 所以它的功能變多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JK Free Flop 的一個特點 那在使用的時候呢 我們也像剛剛一樣 就直接用一個框框 一個block來去表示它 除了這個clock之外 它還有兩個input分別是J和K 好 這就是我們的JK Free Flop 好 那除了JK以外 我們要來介紹第三種Free Flop 我們把它叫做T Type Free Flop T Free Flop ok 那它其實也是根據D Free Flop所衍生出來的一種 一種正反器 ok 它甚至呢 其實跟剛剛的JK Free Flop非常的像 剛剛JK Free Flop的話 是在D Free Flop之前呢 加上一個N-O circuit ok 那其中這個N-O circuit 會有兩個input分別是J和K T Free Flop的改變 只是把J和K這兩個input 都通通輸入T這樣子的input 也就是這邊只剩下一個input 就是T J和K 通通都用T來取代的時候 這個就是T Free Flop 所以呢 我們也可以用JK Free Flop來表示 就是把J和K都用T來表示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對於剛剛來說 我們說 JK Free Flop來講 它送什麼東西到我們的D Free Flop 它其實是送這個運算式的結果進去 對於我們的T Free Flop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讓J和K都等於T 那我們就簡單的來換算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 它其實等於T Q' 對於一個T Free Flop來說 它也可以用一個D Free Flop來組成 前面的電路送的東西不太一樣 它變成T Q' 或T'Q 這個其實就是T和Q做Ecclusive Or 所以如果現在有Ecclusive Or這個Logic Gap 你直接拿它用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也可以畫成這樣子 不但可以從JK Free Flop來做出來 也可以從D Type Free Flop來做出來 一樣 那總之呢 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它的功能有什麼呢 因為現在T input有兩種嘛 對不對 分別有T等於0和T等於1兩種 那我們就來看看它到底對應的功能是什麼 好 當T等於0的時候 你送進去的東西是什麼 送進去這個D Free Flop的東西 是T和0Ecclusive Or的結果還是T ok oh sorry T等於0嘛 sorry 送進去的結果還是Q 所以這個地方是Q 也就是原本是什麼 後來就是什麼 維持不變 我們說 no change 那如果T等於1的時候呢 1和Q做Ecclusive Or的結果是Q' 所以換句話說 它的功能叫做Compliment 好 所以你就知道了 T Free Flop跟D一樣 跟D Type Free Flop一樣 它只有一個Input JK有兩個 那T Free Flop它的功能呢 其實就是JK Free Flop裡面的另外兩個功能 no change和Compliment OK 那D Free Flop則是另外兩個功能 就是寫入0或是寫入1 所以這是這三個Free Flop各自的一個特性 OK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它全部整理起來 OK 整理在一個表格裡面 根據它Input的排列組合來告訴各位 它所對應的功能是什麼 OK 這邊是D Free Flop 這邊是JK Free Flop 這個是T Free Flop 我們可以看到 對於D Free Flop來說呢 它其實就是輸入 直接把外界的這個Data輸入進去 因此它擁有的功能就是 Reset和Set 好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 右邊這一欄 我們說的是Q of T加1 T加1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也就是在Trigger產生之後 Output所儲存的內容 所Assign的Value是什麼 OK 所對應的這個功能到底是什麼 所以這個Q會跟D的Input是有關係的 或者是說呢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一個式子 Q of T加1呢 其實就等於D of T OK 或是等於T 直接就等於D就可以了 因為它就是把這個資料送進去 那對於JK Free Flop來說呢 我們剛剛才寫過而已 Q of T加1呢 到底會變成什麼呢 它要送什麼進去呢 它要送什麼進去呢 其實就是 把 JQ' or K' Q 這個東西送進去 那各自對應到的狀況 就是 0.01 1011的時候 它其實是 No Change, Reset, Set 跟Complement 這我們剛剛說過了 所以這邊 快一點帶過 所以 JK Free Flop 它的排列組合最多 功能也最齊全 所有的功能它都有 T Free Flop來說呢 一樣它只有一個Input 所以只有兩個功能 OK 送進去的資料是什麼呢 Q of T加1 其實是 T跟Q Eclusive All的結果 當T等於0的時候呢 我送進去的是Q 所以不會有改變 當T等於1的時候 我送進去的結果 會是Q' 也就是變成它的Complement 所以 我們說 這兩個 各自 是JK Free Flop裡面其中兩個功能 這樣子 然後鼻子不重疊 OK 所以 到底要用哪一個Free Flop 看 我們電路的需求是什麼 看你的Sequential Circuit的設計裡面 你比較prefer什麼樣子的一個電路功能 那 可能採用那樣子的Free Flop 就可以獲得 設計上面比較好的一個表現 好 最後呢 提醒一下 這一個表格看起來很像Truth Table 這個表格 它其實不叫Truth Table 它其實是用來描述 各種Free Flop 在不同狀態底下的功能 這樣子的表格的名稱叫做Createristic Table 有點像特徵表格或特性表格這樣 它其實是用來描述這個Free Flop的功能 這個專有名詞請各位注意一下 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大致上把Free Flop的功能和種類都已經介紹完畢了 最後想要介紹一個東西叫做Direct Input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我們剛好提到所有Free Flop的資訊的內容 都只有在特定的時刻 也就是Edge Trigger產生的時候 它才會有資料的轉變 不過在實際的電路的運用上面 實現上面 有時候我們會希望就是說 我可以直接讓所有的電路都reset 就像重新開機一樣 從開機的時候我才不管裡面的資料是什麼 我就是想要全部通通重新開始 從它最原始的狀態開始 我也不太在意現在資料儲存的東西是什麼 因為如果重要的 我早就儲存到那些不會被改寫的地方去了 那不重要當然就直接改寫掉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在電路的設計上面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種Input 是不會受到Clock Pulse 不會受到這個Edge所控制的 我們把這樣子的Input叫做Direct Input 那因為它不會受到這個Clock 所控制所同步化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把它叫做Asynchronous Input 它具有Asynchronous非同步的一個特性 也就是說這個Direct Input 一旦下達正確的命令的時候 特定的命令的時候 所有的這些FreeFlop的內容 不管現在到底有沒有Clock 產生有沒有Pulse 所有Input的內容都需要隨時的改變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像比如說我們剛剛說這種功能 最常用的就是要重整 重新開機 重新reset的時候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這邊這個電路 這個電路基本上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D-Typed Positive A Trigger的電路 它的差別只是在加了多一個Input 這個Input的名稱叫做Reset Reset加進去以後會送到三個地方去 分別是這個NameGate 這個NameGate 這個NameGate 還有這個NameGate的Input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Reset到底是怎麼樣去影響這個FreeFlop電路的運作 那我們知道 今天的這個電路裡面全部都是NameGate 所以如果Reset等於1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Reset等於1的時候 就說等於是你對於這個NameGate的Input 多加一個Input 這個Input都是1 請問這樣會改變當時的一個運算結果嗎 完全不會 OK 因為這是Name的運算 所以你完全不會去影響當時的運算結果 所以你可以很快速的知道 Reset等於1的時候 其實就是完全沒有做其他的事情 維持一模一樣 跟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電路功能 完全一模一樣 真正它發揮功能的時候 應該是在Reset等於0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Reset等於0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Reset等於0的時候 這三個地方通通都送0進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送了0進來 所以換句話說它的Output是什麼 你都不用管其他Input是什麼 對於一個NameGate 只要一個Input是0 它的Output絕對會是1 OK 所以它就強制讓這個Q'變成1 它不管裡面原本存的是什麼 反正它就一定要變成1 所以這一個0送過來的效應是這樣 除此之外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地方也送0 這個地方送0進來 那換句話 S一定會是1 不管你原本是什麼 反正它已經拿來變成1 所以對於Q來說 這個E Feedback回來 E End的1 再做Comprimant Q ID 所以我們就知道 Reset等於0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強迫讓它變成0 強迫讓這個Feedback裡面所記憶的狀態歸0 OK 這是Reset要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對於Reset來說 當它等於0的時候 我才不管Clock是什麼東西 我也不管現在的Data Input是什麼東西 反正現在的Output Q和Q'分別就會是0和1 它代表的就是Reset 這樣子重整 或者是重新輸入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OK 那我們剛剛說影響到三個Gate 那另外一個Gate在哪邊 這個我們還沒講到 結果都已經出來了 那這個送進去0到底對它的好處是什麼 你可以發現 這個一旦變成0 那這邊的Output就會變成1 所以換句話說 外界的Input 這個D 是什麼東西 跟我的裡面的電路 其他的Input 完全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這邊的外界的Input 只有送到這個NameGate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這個NameGate 不管D是什麼樣子的狀態 它的Output就會都是1 所以上面所有的每一個節點 它的電路Logic的狀態 都會跟D沒有關係 OK 所以它只是要確保這一點 就是外界的資料 完全不會影響到內部的一個狀態的改變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Reset的一個功能 OK 所以你需要對這個電路做重新開啟的時候 你就是把0送進去Reset 這個 這條線路 Input裡面去 相對的 今天如果Reset等於1的時候 代表了這個電路的功能跟原本一模一樣 所以只有在Positive Edge產生的時候 我才會執行寫入的功能 如果我今天外界是0 我就寫入01 如果今天是1的話 那我就是執行set 把它寫入01 OK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Function Table 畫一條線把Input跟Output隔開來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Direct Input 好 那這一段的影片呢 大致上就介紹了這個Free Fluff的一個功能啊 特性啊 以及到最後它的這個Direct Input的一個介紹 好 到目前為止 謝謝